今年的228廉假 铁公路的交通状况被民众骂翻了 紧接着清明节又有三天的廉假 让台铁再绷紧神经 而台铁将在3月20号开放清明假期的车票预定 从4月3号到7号5天 台铁全线将会加开179列次 东部干线包含了南回线加开106列次 西部干线则加开了73列次 3月20号凌晨的零点就会开放网路 还有电话语音订票 民众可以多多利用